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婚没几天就出来委嘴 对不起 慕少婷到底准备做了什么 喂 迟总 送晏儿小姐回慕家吗 不 恭喜颜岸 天跳三水 烂天有黄 对不起 对不起 做梦 不 这里才是梦 是老天为了让我烦心 穿越近的烂片 对不起啊 把你衣服裤湿了 我不想再听到你说对不起 这是我家客房 请来收拾一下 梦少廷一会儿来见你 舅舅你找我干嘛 你们在干什么 行啊你 居然勾搭到我舅舅这来了 还想不够给我们沐家丢人是吗 请你相信 我是新来的 谁主张谁举证 你要是拿不出证据 别跟我在这儿瞎扔 舅舅 你虽然只比我年长计算 但好歹也是长辈 应该不会做什么有失体面的事吧 沐家没教你 滋润别人之前 先藏好自己的尾巴嘛 无所谓 无所谓 反正过了今晚我们就没关系了 今晚沐家家宴 有兴趣 交个局吗 恭喜老沐啊 儿子终于成家了 娶了燕家独女 等于娶了金山银山呢 爸 叔叔 这个是谁啊 这不是燕家 这不是谁啊 这小山外面的女儿 不 烧鸣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爸 我已经按你吩咐娶了燕耳吞并燕家家产 你也该兑现你的承诺 让我和我真正爱的人在一起 我穿越进了自己演的烂剧里 那个女人是约的 小小 你带这个女人来做什么 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带燕耳参加吧 不好意思各位 有点家事要处理 各位 请别 实说 你姐生前费大的愿丸 就是让你好好感人我们的目标 爸 我可是在帮你说话 爸 别生气 别生气 我要回房 我要吃药 吃药吧 燕儿姐姐 你有什么气 冲我来 要是气坏了穆叔叔 爸 你帮三子 你真的有了吗 离婚吧 现在离婚分家产 打八折 男人 咱外面有个孩子算什么 为了这点事就离婚 我们穆家的领导哪哥 还真是穆家的传统 看来不出口恶气 是无法推动剧情了 我没听错吧 你是史前的画师 还是前上的古董啊 你跟我闭嘴 还有你 细心附体的八种病 你以为我想陪你演组 乱剧啊 这是我奶奶 给穆家长孙留的礼物 你再动它试试 怀孕了就不要穿高跟鞋了 照顾好我们穆家的宝贝 我很期待她的出生 你就继续装员 我看你什么时候有着 你少在这给我威胁她 从现在开始 我会一直陪在云锦身边 云锦 我们送爸回房间 不急 后面还需要继续帮忙 你 怎么了 这是我送你入住穆家的礼物 女人啊 不管什么时候 都要对自己好紧 你到底安得神奇 当然是安得恭喜她的心 明晚的商业丰富 别忘了 别忘了 老公 什么会啊 我也想去 没什么 鱼上钩了 一个情节 我穿进了一部难剧 现在是白月光登堂入室 扰兴原废的情节 别忘了 我们燕家 比你们木家 更有资格 请进 只有改变女主 我才有机会回到现实世界 进木总 恭喜啊 木总 不好意思啊 各位 我不能喝酒 毕竟 怀孕头三个月最重要了 就是现在 服务员 我不是服务员 你走错地方了吧 这里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进 你跟谁来的 我可是木少廷 木总的女朋友 什么老板 愿意带你这样的黄脸破镜 你怎么说话的 谁说女人 一定要靠男人带的 也是 人老猪狂 想靠男人 又靠不住 这边请 刚刚谢谢你啊 没事 这是我的化妆间 我来帮您化妆吧 你听说了吗 几乎从不乐 这个女朋友 我今天也会了 当然了 这种的飞味 谁不是出来了 就叫她来的 真以为自己化了妆 就能装有钱人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仗着自己名存 实亡的家业 想出风头 我去你现在闭嘴 你叫我闭嘴我就闭 别因为你说两句话 就能辅助我 我告诉你 你给我闭嘴 分不清楚什么场合吗 你为了她凶我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还怀着你们 沐家的长孙呢 沐家是吧 请做个见证 接下来 泰兰绝不会和沐家再有任何合作关系 包括沐家所有的合作伙伴 蔡总 大老王以最平俗的发生出现 不用看去的 蔡总 考虑下我们 考虑下我们 这个不错的 我们马上起床 同学下的合作 一二姐姐 你刚才跟蔡总关系那么好 你跟蔡总帮她说两句话吧 你帮帮她吧 这要是东西 看来要拿自己的东西 就不一样 你的裙子上有血 怎么了 你没事吧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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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医生 我来 我穿越近了一部烂剧 现在 正是白月光介子上半个高潮戏 怎么了 怎么了 气血舒服 还有呢 还有点营养不良 没什么 只是经期提前了 经期提前 廷哥 就算你再喜欢云景 也不至于因为一个经期提前 担心成这样吧 幸亏嫂子善解人意 哎 玛丽数据必备要素 男主的医生朋友 男儿标配 所以你没怀疑 你居然骗我 我明明已经答应了你 我跟她离婚就会娶你 你为什么要用假怀孕骗我 离婚 我等了多久了 那等到我的孩子生下来 也变成死相子吗 远距离 原定的走向 会导致时空停止无法继续 我只知道她是慕绍婷 是我的丈夫 对于一个妻子而言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吗 警告警告 剧情无法推动 时空延伸 这个bug 倒是方便了我做些不为人 这些事情 原剧本里 太无快从复离身的怀表了 据说里面是她 今生母亲的照片 果然 但是你也太让我失望了 叶儿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件是我错坏了你 是我辜负了你 你还愿意当我的妻子吗 叶儿 你们沐家把我当什么 招之急来归之自去 简直欺人太甚 叶儿 我还没和沐少廷离婚 你该喊我嫂子 我喜欢你 一直顾着自我感动 不顾别人的喜好 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喜欢 我想明白了 会重新来追你的 出来吧 你在干什么 没什么 我该做的已经做到了 接下来 看你 嗯 你